您說過你二十幾歲就買了兩三棟房子 但現在就被網友說 現在買房子很難 恐怕會有一點炫富的嫌疑 想請問 我就這個意思啊 你們有些媒體斷章取義 因為昨天藍軒訪問我 我就說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譬如台北市的房價一坪 兩萬三萬 比較偏 內湖啊 南港啊 景美啊 大概三萬塊一坪 所以你買一個三十 三十坪的房子 公寓 四層公寓呢 三十坪大概九十萬 那九十萬的話 你大概自備款 大概那個時候 十萬二十萬 也是分其交 然後其他的六七十萬是貸款 所以對年輕人就比較容易 我舉這個例子 不是說 我多厲害 多有錢 年輕人買房子 而是說 當時的年輕人只要努力 他就可以有一個小小的棄生之所 而現在的年輕人 窮一生窮一輩子利 可能都買不起一個在台北市的房子 所以 我跟侯友宜 侯友宜 跟我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環境 讓年輕人收入能夠增加 同時呢 也廣見社會住宅 讓年輕人能夠買得起房子 我的用意是好的 目的是好的 不是在吹牛說 我年輕多厲害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我們那個年輕人不是只有我 那時候很多年輕人也都可以啊 他只要努力就可以有收穫 現在年輕人 完全沒有希望嘛 窮一生之力 可能也買不起一個房子嘛 所以我們 我們認為這是 很大的問題 貧富懸殊 社會不公 希望打破這種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是希望讓年輕人 都能夠 也許沒有辦法完全像以前一樣 但至少要比現在要改善很多 希望年輕人 也都有能力能買房子 好 好 好